他上禮拜四从彰化工作完毕结束了 要回台北的时候呢碰上了胞胎 因为时间已经是清晨四点了 在彰化那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四周完全没有民宅 也没有人经过 他就打电话给警察求助了 刚好警察来了 他又会修胞胎 就帮他修好了啊 当然人民的保姆照顾人民啊 然后呢 杨秀慧他就很感谢这位警察 就把他po到网络上面答谢了 没想到引起了网友批评说 怎么把这个放在脸书上面炫耀呢 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在那种乡下地方 警察来了会修 也许就修修 也许你真的会很感激 也许不见得有什么真的大不了 尤其三天半夜四点多 又四点多又是一个女性单身 结果呢 重点是你是艺人 你把他po上网 可能就会引来非议了嘛 当时这位警察非常谦虚说 不管我不是因为你是艺人 你是名人哦 不管是什么身份 只要你碰上困难 他都会义不容辞的帮忙 警察拉着扳手蹲在大马路边 当场换起轮台 不过这台白色小轿车 不是警用车 是艺人杨秀慧的代步车 南下工作没返 遇到轮胎爆了 凌晨四点钟 杨秀慧开在彰化花 滩香东外环道 没想到碰上轮胎 爆胎的窘境 加上四周没有民宅 他临机一栋打电话报警 表明自己是艺人杨秀慧 请求可不可以帮忙来换轮胎 第一时间张化三家派出所 陈欣远景出勤帮忙 忙了一个多小时 让杨秀慧po文答现 不过却引来网友抨击 怎么会把远景说爆台 已是放在部落格呢 公开炫耀 陈欣远景谦虚的说 这只是举手之饶 不管是什么身份 民众需要协助 警察都会义不容辞 热心服务的豪精神 获得赞赏 小五江两会 台本总的